患有口吃的老师第一天上班 不料刚进教室就摔了一跤 直接把整个班级都逗笑了 接着他开始了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新班级人 我的命叫 李 李 李温暖 老师 你是一个暖还是俩暖的 两个暖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你又 又客气 看着冷嘲热讽的学生 老师尴尬的只能干笑两声 接着便开始了上课 原来老师已经失业很久了 在此期间他去过无数学校 尽管他的履历很丰富 可由于自己患有严重的结拜与口吃 没有一所学校想让他留下来 一直等到他来到最差学校参加面试 哪怕是最差学校 校方仍然若有所思 好在教导主任决定给他的机会 老师不仅是在最差的学校 并且还是在最差的班级 这个班级更是有名的学渣班 学生不好好上课整日打架 好在老师仍不放弃 决心一定要教好这个学渣班 尽管老师有点结拜 不过他的教学水平却一点也不低 更不可思议的是 只要他开始讲课 口齿也会渐渐不再结拜 不料这时候做的胖校爸却突然打断 由于他的胡闹 也使整个班级都笑了起来 不过老师还是打算接着讲下去 可谁曾想 一张口他又变得口齿起来 同学们这时鼓掌狂笑 甚至还引起了其他老师的围观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脸都丢光了 老师使劲地咬自己的手指 尽管如此他也不会放弃 原来就在老师小时候 他就有了成为一名老师的梦想 由于自己患有严重的口齿 每次上台念课文都会结巴 导致被全班人耻笑 但好在班主任不这样 他把全班同学都批评了一遍 并且告诉大家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要学会包容 当我们能包容别人的时候 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包容 接着班主任蹲下来安慰他 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 老师再次打起精神来 可这些学生却越来越过分了 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捉弄他 会把粉笔偷偷换成十块 毛巾涂上强力胶 甚至把泥丘放在他的午餐盒里 而在他讲课的时候 还会有学生突然在他脚下方便跑 一天的课程结束 老师的皮鞋也牺牲了 但他仍不埋怨自己的学生 而是耐着性子和学生们沟通 其他老师虽然表面笑脸 然而等他离开后又会一起嘲笑他 觉得他就是一个傻子结巴 竟还敢妄自承诺 让那些最差学生的成绩提上去 然而谁曾想 他们都小看了一位伟大老师的决心 哪怕自己被全世界嘲笑与抛弃 他也要坚持到底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在学校里谁都不看好他 但老师仍然坚持不同的教育方法 为了迅速了解班里的状况 于是他找到班长沟通 这才得知班级学生的基础还算不错 可由于上一任班主任病逝了 再加上小胖带头闹事 最终大家都非常厌血 导致校领导也对班级不抱希望 老师知道如果想让大家 重新燃起对学习的兴趣 就要跟学生们交朋友 因为只有师生之间相互信任 才能重新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接着老师先是找到小胖 小胖得知老师要与自己交朋友 顿时脸色一变 接着他开出了条件 要求老师把头型换成寸头 这样他们才会乖乖上课 小胖本以为老师会放弃 然而第二天 老师果然把头型换成了寸头 但得到的却是同学们的一片嘲笑 小胖甚至当众羞辱 就是因为看你老师才要求的 老师一下子就尴尬住了 但他还是很不在意 课间时 小胖与林班的学生发生争执 老师第一时间跑过去劝说 你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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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这什么老师 你怎么所有学生打人 你踢 你踢这个人 那科博老师带着脑伤板 咱配上一般建筑 听着其他班的学生如此嘲讽 小胖的脾气再次被点着了 你配当我们老师吗 你听不听人家说啥 要不是咽你咳咽巴巴 我们在这笑话吗 你有这时间 你不是好好练你自己口条 看着学生们愤怒地离开 老师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 他感到一败涂地 而回家时仍然非常沮丧 想起同学们的嘲弄 从小到大所有旁人的轻视 老师心里五味杂陈 这时一声脆响让他回过神来 你咋还做没听见的呀 大娘我腿脚不好使 我说你给我让个座 不好意思 大妈顿时开始贬低他 北回你不是老师 不然的话呀 你不得无人子弟呀 接着车上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让老师很是尴尬 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我真是老师 我真不配 坐老师 紧接着老师先下了车 尽力不动在路旁 车上的大妈却还在抱怨 觉得现在的人真脆弱 只是说了几句就如此模样 无助的老师郁闷地回到家 她似乎已经到极限了 看着丈夫这样心晦意冷 老婆于是开导说道 当老师是你从小的梦想 这一路上也被无数人嘲笑和鄙视 如今你不还是成为一名老师了吗 如果现在就放弃的话 绝对会遗憾一声 在老婆的鼓励下 老师也终于恢复了信心 重新振作来到学校 她还是如此积极地与所有人打招呼 这也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为了让学生们敞开心扉 于是老师把自己从小到大 被人排挤嘲笑的经历写在黑板上 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学生听 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克服自卑 实现成为一名老师的梦想 讲完后她鼓励学生们 无论此刻的我们面临怎样的现状 如果只是因为别人不看好 就自我放弃 那我们一辈子只能活在别人的评价中 像我这种结巴的人都能当上老师 那么你们一样可以成为学霸 听了老师的讲述 学生们深受触动 掌声也在班级里如雷冠儿的响彻 为了真正改变学生们 老师想要增加集体的凝聚力 即使明知道校规不准他们参加篮球赛时 他仍是找到校长 恳求给予他们一个机会 允许学生们参加最后一次的篮球赛 可是校长却一口回绝了 但却经不起老师的软磨 校长也终于同意了 学生们知道能重新参加比赛了 都无比兴奋 不过老师也提了一个要求 让他们好好上课才能去打比赛 接着第二天 所有人白天都在学习 而到了晚上 老师就会领着大家一起训练 因为学校的灯光必须准时熄灭 老师就会亲自拿着手电筒陪同 学生们也逐渐喜欢上了老师 除了这些 老师还亲自去找其他小课老师 像美门老师都问好 恳求他们在上课时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态度对待学生了 看他这么诚恳 客人老师也只能同意尝试一下 而只要他的学生们在上课犯错 老师也会亲自陪他们一起受罚 久而久之 小胖也为老师的诚恳所感动 客人老师觉得不可思议 老师站在门外听着 他也是不由衷替小胖感到开心 然而不料学校外面的流氓 又来找小胖打架 老师不顾危险亲自救他 两人一起进了派出所 小胖走出来食一脸的惭愧 直到现在 他才向老师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遗弃了 从小到大 他尤其怕独自一人受人欺负 所以才会跟那些小流氓混在一起 可是如今他已经不惧怕被人欺负 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归属感 并哭着告诉老师自己一定会用功学习 接着他把老师搂得更紧了 时间日复一日 差生班逐渐变成了学霸班 其他老师也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都在询问他的教法 但老师却谦虚地说道 主要还是学生们本身就很优秀 办公室充满了对他的羡慕 学渣班都能被管好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不料梅老师却很是愤怒 他怒气冲冲地去找教导主任 试问不是说他带的是最差的班吗 为什么现在却是学霸班了 原来主任正是梅老师的亲戚 他当时极力挽留让这个结巴老师留下 就是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 然后会乖乖把位置让给梅老师 然而主任却不想 这个结巴老师的本事真不小 转眼间篮球赛和考试也快到了 每个人都更刻苦地学习和练习 傍晚时分 全班同学点燃了一片蜡烛 照亮了整个篮球场 见此情景 老师也颇受感动 学生们此刻或许无人察觉 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凝聚团结了 篮球比赛就要开始了 学生们精神状态饱满 也是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冠军 而当老师回到班级时 起立 老学好 老学好 渐渐地每个人都振奋起来 看着他带的班级越来越好 梅老师也是心里一肚子火气 这天期待的考试到来了 然而学生们却不知 由于校外的流氓们心怀不满 他们于是打了老师 尽管老师受了伤 他也不忘第一时间回来 在外鼓励大家一定认真考试 最终学生们也不负众望 全班及格率达到了惊人的90% 老师也顺利晋升转正 然而就当大家开心庆贺时 梅老师却在后面拿起手机偷拍 接着把他们吃饭的照片举报给了校领导 学校生气地取消了老师的转正 他不得不重新找了工作 而代替他的则是梅老师 听说老师已经被辞退 同学们流着眼泪和他道别 数月之后 所有人都顺利毕业 而在拍班级照事中间 却留出一个空位 这是专门留给老师的 尽管他已经不在这里工作 但大家仍然感激老师教导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样的老师 你愿意为他点个赞吗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男孩每次考试都是全校倒数第一 又是你 可父亲却没有责备他 甚至表扬他是个天才 天才啊 考得太好了 你这样学下去 不得成精啊你 在这种鼓舞人心的教育下 没想到男孩真的变成全校第一 这是一部跨越漫长时光的亲情故事 让每一个家长都重新认识 成绩并不能代表是孩子的一切 也并不是学渣注定就是倒数 马飞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学渣 永远保持全班倒数 就连老师都觉得他是傻子 校长也从不正眼看他 并且还在操场开会要开除他 母亲来到办公室为儿子求情 就在校长办公室的墙壁上 挂满了各种荣誉景奇 只见校长鄙夷地说道 显然是嫌弃马飞拖了学校后头 这时马飞的父亲出现了 很是生气地与校长争论 毕竟谁也不愿意 自己的儿子被当成傻子 如果教育只关注升学率的话 那调队的小孩就不管了吗 难道就该抛弃吗 为了不让儿子被开除 于是问校长考多少才不会被开除 校长说只要马飞能在学期结束时 考到班级前十名就行 父亲的话刚出口 顿时惹得全校哄堂大笑 甚至马飞自己都不相信 因为大家都认为 马飞父亲就是个失败的人 原来七年以前 父亲曾是一位桥上的建筑师 由于一场桥梁修造事故 最终导致自己坐了七年牢 老婆还因此与他离婚 一个刚刚被释放的犯人 大家可不认为他会把小孩交好 即使是前妻都觉得他妄想 甚至还责骂自己的儿子 认为马飞根本不可能考到年级前十 让他撒泡尿罩照镜子 别总是妄想天开 可谁曾想 他们都小看了一位伟大爸爸的决心 就算儿子被全世界抛弃 他也要陪伴到底 并打算亲自教导马飞 他先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学徒 不计报酬地替他画画 这才让他们能够住进宿舍 尽管房间已被遗弃了很多年 不过两人总算是有了落脚之地 从此刻起 父亲要手把手地教他 首先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儿子书包里 除了教科书和学习之外的一切 全部都倒了出去 接着父亲拿出一根尺子 然后告诉儿子 这些教科书厚度只有11公分 而这时马飞也认识到 学习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 从此以后 马飞会在课堂认真听讲 下课后就会跟父亲一起放松弹心 他们一块跑过田地 在夜色中放飞自己的风筝 马飞也体会到了 许多书本上感受不到的东西 他的眼神也逐渐有了神采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马飞的学习成绩也变得进步了 虽然这次成绩只是全班倒数第五 但父亲却依旧为他感到高兴 甚至造了一架模型飞机继续鼓励儿子 可前妻知道了这件事 却是一脸愤怒的来找他 只因为他觉得父亲的教育方式根本不对 应该要用更严厉的打压来培养孩子 他曾把儿子送去寄宿学校上学 每月只能见一次面 仅是希望儿子能更集中精力读书 他当着前夫的面 直接了当地斥责儿子愚蠢无能 父亲实在受不了了 认为自己的儿子一点也不傻 两人的想法可以说完全不同 由于父亲很是执意相信儿子 前妻也没办法 只有暂时性的妥协 为给儿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父亲于是更加辛苦工作 在建筑工地上日夜加班 登三轮捡垃圾 终于靠着攒的钱 为儿子买了一台电脑 可还来不及开心 班主任就追到了家门口 之所以上门家访 是因为马飞没有交作业 班主任是真的很担心他 不过父亲也没多做解释 反而是在质问老师 难道就该让孩子写作业 到半夜你们才满意吗 难道就该让孩子一直压抑下去吗 老师听得若有所思 最终赞成让马飞去试试新的学习方式 不过随着马飞的进步 校长却是一脸的不高兴 他就不信学渣也能提高 所以他才会对老师百般刁难 并且他自己还会特意检查作业 第二天去学校的途中 父亲也会带着儿子领略自然之美 可不料上学迟到了 恰好被一直和他做对的校长撞个正招 看到马飞狼狈的样子 校长一把夺过他的书包 里面非但没有作业本 反而放着一架模型飞机 校长暴跳如雷 啪的一声将手中的玩具砸成了碎片 这一下更是让马飞彻底绝望 甚至再也不想去学校了 压抑的简直让人难以喘息 无法忍受别人对自己的偏见 更糟糕的是 附近的邻居们一窝蜂地涌进屋子 把他瞧的事情说出来指责父亲 父亲一把将书架摔在了地上 我不会再说的 马飞头一次看到父亲发火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不但只有自己在努力坚持 他的背后还有父亲 到了第二天 马飞偷偷地给父亲留下一个便条 一种平常的允诺 却让坚强的父亲忍不住哭了起来 可就算是这样 他也不想被儿子看到 马飞仍在埋头读书 快到期末考试了 父亲害怕儿子压力太大 于是直接找到老师请求请假两周 带他逃课去看航空表演 他们白天游玩 晚上复习 短短十多天的时间 所学的知识比在书上看到的还要多 终于他们赶上了航空展览会的最后一天 飞机在天空飞翔的瞬间 马飞的梦想也越来越明朗 这段短途旅行 成为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 期末考试很快就开始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经历 也让马飞参加考试时 无比显露出信心 考完试后 父亲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马飞自信地回应了父亲 这天期末成绩出来了 然而马飞却并没有考进全校前十 也就是说马飞要被退学了 校长走过来嘲讽 父亲也不矫情 带着儿子落寞地离开了 可马飞的老师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找到了马飞的考卷 果然发现了蹊跷 接着拦下了他们 马飞的总分是641分 排名全校前十 仅有21分的差距 但是他的作文 却被校长判了个零分 父亲生气地立马闯进学校办公室 让马飞在大家面前大声朗读作文 马飞写的是关于父亲与时光 他的作文写得很优美 但偏执的校长认为他跑题了 所以他打了个零分 父亲并不这么认为 哪怕作文写得再不好 其实也不应该给零分 接着父亲说出了真正的教学里面 几个老师听到这里都愣着了 教育局长也决定重新让老师给作文打分 最终马飞作文的分数得到了22.8分 马飞也成功进入了全校前十 如愿以偿地能够留校了 在父亲的协助下 马飞的成绩也有了值得飞跃 成为最有可能进名校的学生 校长顿时拍起马屁 恳求他报考清华 因为一旦马飞成功 这也会成为一个校长一生的荣耀 可马飞却不同意 他执意要用自己的梦想点亮自己的一生 他就考了航天学校 经过数年不懈的努力 也终于实现了成为宇航员的梦想 而父亲当年的断桥事件也翻了案 原来他是被冤枉的 之所以断桥是因为当年徒弟偷工减料造成的结果 而父亲也为此承担了七年的牢狱 最终他心里的那根桥梁也终于修复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也没有人生来就是笨蛋 只要大家始终保持积极的思维 永不放弃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大放一彩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男孩走进球场 打算用球技教训一下职业选手 看着眼前乳秀未干的小子 男人也是打算教育下小屁孩 但在男孩的扣球下 上来就让他输掉一球 本以为男孩只是侥幸赢球 但紧接着 男孩没打出一球 都令他抵挡不住 一球两球三球 他始终都无法接触 尽管男人是职业选手 但也顾不得什么面子 于是叫来了自己的队友 打算四对一 本以为这下赢定了 然而才打两个回合 四个职业球员就被狠狠打脸了 伴随着男孩的用力一发 彻底赢得比赛胜利 这个男孩到底是谁 只见男孩背过身权 我是李宗伟 这四个职业选手可能无法想象 李宗伟这个名字 不仅想撤整个马来西亚 也将想撤全世界 让全世界都记住 这个马来西亚的少年 阿伟又年时家里很穷 第一次在电视上 观看奥运羽毛球比赛 他也希望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并向父亲透露了自己的想法 结果得到的却是父亲的冷眼嘲笑 那时候一支球拍要89元 他一个穷小子根本买不起 没有球拍 他只好用铁板来练习打球 邻居看见了 还以为他一定是傻了吧 这天学校举行了一场 小规模的羽毛球比赛 然而他刚走进球场 就被裁判看不起 阿伟摇了摇头 他想参加 但并没有自己的球拍 正当他心灰意冷时 还好一个好心人 扔了一支球拍给他 同时这也是阿伟 头一回拿着球拍打球 在球场上 他没有任何步伐和技术 并且也是节节溃白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 阿伟强大的意志觉醒了 他注意到对手的脚法 立竿见影就学会了 然后就是一顿赢球 以非凡的才华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全场也是掌声雷动 阿伟开心地拿着奖杯回家 可当父亲知道他打球后 顿时勃然大怒 还摔了他的球拍 并且绝不会让他再参加比赛 可第二天叔叔找到他 请求他去参与公益羽毛球比赛 说这不仅可以打球 而且还相当做慈善了 阿伟没多想也就欣然同意了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家地下赌场 他是被骗到这里来的 阿伟在赛场上的才华 也是令人惊叹 就算是大人也不是他的对手 一连好几天 叔叔赚了不少钱 父亲得知此事后 愤怒地找到阿伟 一言不发就想把他带走 但想要离开却是男上加男 赌场不会放过他们的 原来父亲之所以不让儿子打球 是因为当年他拒绝为了赌场打假球 导致被赌场追杀 智悠也因为他而死去 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再也不打球了 但今天为了离开 父亲只好同意赌场的要求 他们父子打赢就可以离开 接着父子两人配合 因为这是爷俩的首次合作 阿伟也屡试良机 但由于超凡的才能 很快就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节奏 对方面对父子俩也是接连输球 随着父亲的一发 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 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有才华 父亲最终同意他去打球 Luna是真的适合打球 爱打的跟我好打 知道吗 阿伟终于能够去参加集训了 在这里他每日锻炼身体 进行职业羽毛球训练 从手持球拍开始再到打球的步伐 阿伟非常刻苦锻炼 伸手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很快全国羽毛球学校的选拔就要开始了 阿伟也是以杰出的才能 以催窥挖朽之势碾压一切对手 从初选到四强再到决赛 阿伟也以所向披靡之势获得了冠军 可命运却在捉弄他 因为自己身材矮小 导致没被国家队选中 阿伟伤心地痛哭起来 为了能长高 他每天都要去跳高 妈妈也是在身后鼓励他 每天都会为他做一锅骨头汤 并且还有一块步记在了衡量上 阿伟每一次跳高之后 他总是把自己的身高记在木门上 天天跳高也是真的可以长高 在这段时间里 阿伟参与了许多竞赛 冠军也是一抓一大把 在每日操练下 以前仅能勉强够得着的衡量 如今他一只手就能抓到 而在两年后 他也是最终达到了身高标准 这一次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来见识一下谁是李宗伟 在这次的国家队选拔赛上 阿伟也是干劲失足 可就在这时 他的脚忽然扭伤了 但他必须要坚持下去 尽管失败了 但他永不言弃的精神 还是吸引了在场的教练 教练想让李宗伟入选国家队 可体育局有些人却看不上他 认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 最多就是马戏团里的猴王 于是大家只好投票表决 好在最终投票结果是9票对8票 阿伟顺利地入选了国家队 来到马来西亚羽毛球学校 这也是世界一流的羽毛球培训基地 阿伟虽然只有17岁 但却意气风发 可这里的人无意不是精英 由于阿伟身体瘦弱 甚至连基本的身体锻炼都做不到 还被同班同学排挤75 而一旦他在比赛中输给对手 就要帮对手洗一个月衣服 就在阿伟疑惑人生的时候 教练却找到阿伟 问他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 这时教练问阿伟 我可以让你梦想成真 但是你能愿意相信我吗 阿伟很清楚 教练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尽全力 而自己一度骄傲地求警 也在这里显得如此脆弱 他头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可就在这时 一位好心人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他 此言一出 阿伟感动得恍然大悟 这世上永远不会缺少天才 而那些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天才们 才是最强的人 哪怕被全世界嘲笑与抛弃 阿伟也要坚持不放弃 抱着这样的决心 阿伟开始战斗每一分每一秒 短短的一个星期 曾经身体素质垫底只能跑到数的他 如今却是全校的第一 教练目睹了全过程 最终阿伟及其他七个人 也是入选国家队出战全英赛 可到了参加比赛的那天 教练却突然把他换掉了 阿伟真的想不通 无论他如何苦苦哀求都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子越来越远 最终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雨中哭泣 这让他又一次生出了放弃的念头 这天教练妻子找到了阿伟 阿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教练对阿伟十分寄予厚望 而在当时投票时 对他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选票 就是教练投的 不允许他出现在全英赛上 是因为教练知道他膝盖旧伤尚未痊愈 为什么教练对阿伟比其他人更严厉 是因为对阿伟寄予厚望 也相信阿伟一定能够拿冠军 得知教练对自己如此用心 阿伟心中的那一丝不快也烟消云散了 他变得更努力地训练 没过多久 亚洲杯预选赛就开始了 阿伟从未想过 这一次他面前的参赛对手 会成为他此生最大的竞敌 这是两大最强王者第一次交手 同时两人也是刚开始崭露头角 李宗伟和林丹两人都没想到 两人将成为彼此最有力的竞敌 但这次李宗伟被击败了 败给了同龄中国天才选手林丹 而又过了一年 这次在四强赛上 李宗伟再次与林丹相遇 虽然阿伟已经竭尽所能 可他依旧又输了 尽管阿伟能横扫一切亚洲对手 但他却偏偏无法战胜林丹 国家体育局甚至质疑他根基不牢 并且一度想要放弃他 但教练却坚决反对 他极力维护阿伟 此时阿伟依旧在体育馆内锻炼 哪怕训练到受伤也依旧坚持 这时教练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为什么要帮我? 此刻阿伟并不清楚 他最大的敌人不是林丹 而是自己 教练也愿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赌注 他把夺冠的希望寄托于阿伟 又到了一次全英公开网球赛 这次四强赛上阿伟再次遇到林丹 面对两次战胜自己的竞力 阿伟鼓足力气一搏 而天才林丹仍是势不可挡 阿伟再次被打败了 他向教练表示歉意 说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 教练也并未责备他 并向他表示宽慰 羽毛球的精神不再输赢 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梦想 并且永不放弃 这次到了马来西亚公开赛 这对老冤家又在决赛中碰面了 无数的国民聚集在电视机前 观看这场紧张的比赛 短短的两年 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天才少年 如今也都成为了世界最优秀的选手 他们的对决充满了激情 两人很快就各自拿下一局 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 李宗伟始终落在下风 13分和20分的差距 林丹也是来到了赛点 就在这时 一幕幕画面在阿伟的脑海中闪过 他回忆初次摸到球拍的感觉 追逐梦想的热情仿佛再次显现 想起那些相信并支持自己的人 满怀期待的家人 送给他第一只球拍的叔叔 以及永远相信他的教练 此时此刻 阿伟渐渐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没有战胜不了的对手 只有战胜不了恐惧的自己 此刻阿伟拼了一搏 很快阿伟也从13分打到追平比分 这简直是个奇迹 很快来到21比21 此刻所有观众都为李宗伟欢呼 阿伟再次一发扣球 比分也反超林丹一分 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阿伟此刻缓住呼吸 随着纵身一跃 叙事待发一球打出 林丹此刻也已经来不及了 球最终成功打到地面 最终比赛结束 李宗伟获胜 他不仅成功战胜林丹 也战胜了自己内心的那份恐惧 最终李宗伟的排名也是来到世界第一 全世界很好地记住了 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小伙子 李宗伟 他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 此刻我们无论身处任何窘境 只要不抛弃不放弃 坚持执着到底 我相信大家一定成功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为李宗伟点个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今天第一天来学校上课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被一些爱美的女生 拉到了角落里 因为嫌她的裙子太长了 他们接着就把女孩的裙子 往上提了提 然后温柔地对她说 渴望变美的种子 就这样在女孩心中生根发芽 放学后 她和朋友们一起去了洗手间 烫发夹节毛涂唇膏 女孩也一直在想着 怎么让自己变得更美 等到上高中的年纪 女孩们的裙子就变得越来越短了 全部变成大长腿 然而成绩却每况愈下 就这样她们被分在了 全是学渣的班级 就连老师也是最差的 不管下面的同学如何吵闹 老师也丝毫不管不顾 而在老师眼中 他们是这样的 但学生们一点也不介意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白天女孩们就会逃课 来到外面玩得不亦乐乎 而到了晚上 她们会在酒吧里跳到很晚才回家 只要不学习干啥都行 浪费了最好的青春 显然她们这一生都可能荒废了 不过在这些女孩之中 有人却出现了奇迹 女孩恐怕怎么也想不到 一年后她将由一个成绩垫底的学渣 彻底转变成读书学霸 并且成功进入日本最好的大学 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 女孩并没有天才头脑 也不是出身名门 更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反而有个只知道纵容的妈妈 和一个偏心的老爸 女孩以为自己会平庸一生 然而就在这一天 命运出现了转折 就在高二的开学日 老师在她的书包中发现了一支烟 在学校里吸烟是坏习惯 女孩被领到了校长的办公室 校长让女孩说出一起抽烟的同党 否则就等着被开除吧 可就算如此 女孩还是一言不乏 不肯背叛自己的朋友 最后女孩被罚休学一个学期 回家的时候 女孩虽然表面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内心却早就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废了 妈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如此颓废 于是给她报了个辅导班 据说辅导班的老师似乎有一种魔力 每一位在这里补习过的学渣 都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可就是这么一位神奇的老师 第一次看到女孩的时候 就被她的外表吓了一条 一双高跟鞋露大腿 金头发及其露肚脐的穿搭 老师都难以确定 女孩真是来补习功课的吗 老师三言两语就与女孩拉近了距离 接下来 老师又给女孩发了一张卷纸 出乎意料的是 女孩的表现竟然出奇的好 没有任何的偏科 因为科目分数都是零分 要是换成别的补习老师 估计会气到吐血 但老师仍在安慰女孩 尽管答案都是错误的 但你已经填好了全部的空白 老师如此鼓励 也让女孩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夸赞 接着老师要求女孩设定一个大学目标 女孩却认为自己根本考不上大学 老师说无论能不能考上 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要不然报考轻益大学怎么样 女孩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的老师 因为轻益大学可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之一 虽然女孩认为目标很是荒谬 但看着老师欣欣向荣的精神 最终还是在报名表上 填上了轻益两个字 女孩回家后 也开心对妈妈说自己要上轻益大学 第二天一大早 女孩就骑着自行车去补习 老师从不过问她过去的生活情况 只看她是否愿意继续前进 并根据她取得的进展 给出有效的反馈 甚至还通过特别的教学方法 让她获得更多的知识 像是看滑稽的漫画来学习历史 通过游戏来记忆英语词汇 如果她回答不上来 那么她就会被罚去卸妆 女孩积极的心态也被激发了出来 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 老师也会发自内心替她开心 渐渐女孩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可以回家 她就被父亲狠狠地嘲笑了一顿 父亲没指望过她能有什么出息 认为学渣女儿去上个补习班就能考上大学 简直是天方夜谭 父亲宁愿把所有的心思都给自己的儿子 看着父亲对自己的冷淡 让女孩重新燃起了斗志 她必须拿出成绩来 然后女孩就更卖力学习了 她每天都是最早到补习班上课的 老师很是欣慰 甚至在放学回家途中 女孩也会利用碎片时间 把知识点都背了一遍 而在傍晚的时候 她的好朋友邀请她去KTV 女孩也会先把功课做好再唱歌 闺蜜本以为她是三分钟热度 可看到书上密密麻麻的记号 顿时陷入了沉思 女孩随着一天天跟老师的学习中 成绩也是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并且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楷模 希望能成为像老师那样能照亮他人 老师新颖的教学方法 也让女孩的求职欲不断增强 她一天比任何人都要用功好几倍 在暑假结束之前 女孩终于把初中的功课都学完了 就在新学期开始时 虽然女孩改变了不少 可班主任还是看不上她 在知道女孩申请的是轻盈大学的时候 班主任和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认为她一定是忘吃药了吧 接着班主任怒气冲冲地找到 女孩的补习老师 设定那么高的目标 你一定会一头栽倒栽地 但补习老师却很平静地回答道 我认为没有不行的学生 只有不懂教学的教师 然而班主任却认为女孩式的垃圾 学渣还是别忘想早日放弃吧 说完班主任冷笑着走了 女孩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 补习老师会对她寄予如此厚望 女孩去找到老师向她道谢 接着老师递给了女孩一封信 老师对她说 里面的钱是本学期的学费 你妈妈为你筹钱供你读书 不但四处借了不少钱 而且每天打工做了好几份工作 女孩不想辜负母亲的期望 她比以前更努力了 但是当她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时 这才发现自己还差远了 直到看见大学的考试题 她总算是明白了 自己的学习成绩距离这所大学有多大 女孩甚至有些想要放弃 孤身一人来到天台郁郁寡欢 仿佛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已经晚了 接着老师走到身边安慰她 她知道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所以她要更加努力 为了真正做出改变 于是她叫好姐妹把自己的头发剪短 去掉以前的艳妆 摒弃一切杂念来专心于学习 甚至换上了一身宽松的运动服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这跟她刚来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女孩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考大学 她开始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 感到有压力时 她就会埋头在枕头里大喊 只为打起精神坚持学习 可女孩用尽了一切办法和努力 然而每次考试都是不及格 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 甚至一度看不到未来 也找不到自我 迫于压力 女孩再次找到老师 而老师则建议她到轻盈大学放松一下 看看真实的轻盈大学是怎样的 可女孩却说这样只会让自己更加迷茫 自己不可能像老师那样总是积极向上 这时老师也很生气 怒到那就放弃吧 这样你永远都上不了大学 女孩也因此气呼呼地走了 她在大雨中哭泣着去找妈妈 看见妈妈在夜深时还在努力赚钱 她羞愧地抱着妈妈 不停地道歉 女孩在家里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 弟弟开始变得整天无所事事 和街头流氓在一起 她生气地告诉弟弟 不要再跟这帮人鬼混了 弟弟的三言两语就是女孩清醒过来 接着女孩和妈妈来到了轻盈大学 他们见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学习环境 每个学生都很有信心 女孩发现这不只是一个美妙的学校生活 也是自己人生的向往 接着女孩急匆匆地跑到了老师那里 她为自己一度想要放弃而向老师表示歉意 老师说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 勇于面对是最好的办法 接着女孩全身贯注地投入到了学习中 终于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在这次模拟考试中 女孩拿到了好成绩 代表着女孩有五成的机会考上清英大学 父亲看到了这个成绩后 她的眼中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个被她瞧不起的女儿竟有如此变化 直到考试那天 不料暴雪漫天 所有的道路变得交通停歇 正当女孩一脸茫然的时候 父亲请假回家了 她决定亲自送女儿去考场 女孩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爸爸的车了 因为她以前从来都是只关心弟弟 对女儿只有打击 想不到父亲竟然会有如此温馨的一面 父亲也知道她错了 女孩接着在考场上拼尽全力 从容而稳健地解答视觉 考试时也在反复回想老师的教诲 知识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就看她的心境了 最终女孩成功地达完了全部的视觉 总算是从那沉重的压力中挣脱出来 可以肆无忌惮地完了 回家没多久 就到了查看考试成绩的时候 女孩在电脑前输入了自己的学号 紧张地闭眼清楚鼠标 女孩这一刻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考上了 上前紧紧地拥抱老师 这一刻 女孩再也不是所有人眼中的笨蛋 也是被所有人认可上名校的天才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